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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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是 IKBC銀軸櫻桃機械式鍵盤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啦 好 那我們來拆開囉 IKBC的話 它基本上好像是台灣的廠牌 對 但是我對他們家的鍵盤其實沒有很多影響 最近突然想說 想換個短一點的櫻桃的鍵盤 所以才去訂了這一支 那它的價格其實還算便宜啦 就以機械式鍵盤來講的話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盒子也是蠻簡單的喔 就是一個很 他們的風格IKBC 然後 包裝也算蠻OK的 簡單 還算有一點質感 好 Made in Taiwan 這邊寫 Made in Taiwan 這邊寫 Made in Taiwan 這邊前面寫的是 MX Chari 就是 Chari 的軸 機械軸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本體吧 好 接下來我們來感受一下它按起來的感覺 其實是蠻清脆的 然後蠻扎實的 那用起來感覺 它的觸發的那個 程度 觸發的時間點程度 比紅軸感覺真的是要再短一些些 但老實說我其實沒有 很能去感受一下 它真的有那麼很大的差別 按起來是沒有感覺 我自己是沒有覺得任何差別 但是它的價格來講 這支鍵盤我是覺得還蠻划算的 但是我買的是沒有背光的風格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軸體吧 OK Chari 的銀軸 不是紅軸 是銀軸 那它的鍵帽的部分呢 也還不錯 就蠻 謀殺的感覺 不知道看這樣看不看得出來 然後 唯一的小缺點就是它的鍵帽這個塑膠 有一些湯口沒有修好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個 但是對我來說 可能還好不重要 對 那大致上是這支鍵盤的介紹 你問我值得嗎 如果以紅軸跟銀軸選擇的話 我自己啦 我自己按不出有什麼差別 那都很好按說實在 那櫻桃紅軸跟櫻桃的銀軸 銀軸 不對我在講什麼 櫻桃的紅軸跟櫻桃的銀軸 我自己都很喜歡 那我自己本身呢 還有凱華紅軸 偏硬 感覺都已經快要跟櫻桃黑軸 快要很接近很接近 對 好 那 IKBC的這個機械式鍵盤 整體上就是一個簡單 漂亮 這樣子 按起來感覺還不錯 好不好 那如果你們 最近想要聽購一個機械式鍵盤 可以值得投資 因為不管你是要 辦公 打game 都還蠻值得使用的 會增加你的遊戲體驗 或者是你的工作上的體驗 都還不錯 OK 那像機械式鍵盤 大家應該都比較 清楚也知道 基本上就是 目前序面上比較經典的就是 青軸 茶軸 紅軸 這邊 這個是青軸 有沒有 紅軸 櫻桃紅軸 黑軸 比較沉 按壓的力道 刻數也比較大 OK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茶軸 也是有段落感 但是 比青軸沒有那麼吵 那 按起來的爽度呢 按起來的爽度 那當然肯定是青軸 只是 真的太吵 所以 這次的這個 銀軸 真是還不錯 真的可以考慮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它後面的部分 先介紹它整個鍵盤 後面的部分是這樣子的 非常簡潔 漂亮 線呢 你可以從左 到中間 到右邊 都可以做一個整線的問題 對 AKBC 大致上是這樣 它的整體的 非常簡單 所以我買 啊 然後買這個是 87件 好 那大致上是我 這一次的 鍵盤開箱 那我們今天 介紹就先到這邊囉 好 介紹完這支鍵盤之後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再麻煩請幫我按個喜歡 如果你想要看我 介紹更多的一些 電腦周邊的 東西 像是滑鼠 手機 等等之類 那 麻煩你再留言給我 我之後 會再 找時間推薦更好的東西 給大家 參考參考 掰掰 好 好